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出现的不明飞行物的数量之多 目击者之重 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以至于当时的美国空军多次进行战机追踪和派遣了单独的小组进行调查 美国首都华盛顿上空曾遭不明飞行物入侵 让白宫大动干戈 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要打下一外风 美国空军即令战斗机升空防卫 但最终仍是扑空 据美媒报道 1952年7月19日 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出警报 华盛顿领空遭到不明物体入侵 当晚11时40分 华盛顿国际机场控制塔的雷达屏幕上 突然出现了7个不明闪光点 其中两个闪光点以每小时1.12万千米的超高速在空中飞行 与此同时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雷达也捕捉到相同的情况 雷达操作员受到了同样的不明信号 起初是缓慢而密集的 然后以超过每小时7000英里的速度飞走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名空管员从指挥塔台的窗口望出去 看到一个像是橙色火球一样的物体 他拖着一条尾跡 在弗吉尼亚州和华盛顿特区上空巡航的一名商业飞行员报告说 他看到6个白色的亮点 就像没有尾巴的掉落的星星 报道称 当华盛顿国家机场的雷达操作员看到这些不明物体 从白宫和国会山大楼前扑下而过时 两架F94拦截机紧急起飞 但每次当他们接近雷达屏幕上显示的位置时 这些神秘的光点就会消失 到7月20日逢小 这些不明飞行物消失了 紧接着 卡达机场807航班 610航班的飞行员也相继报告说 亲眼看到了这些不明物体 据当时国际新闻服务ease报道 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要打下意外风 美国空军司令部立即命令F86宽气式战斗机出击 但战斗机刚一升空 不明飞行物就消失了 等到F86返航 那些不明飞行物又重新出现 相似和美国空军在玩捉迷糖 一直折腾到天亮才消失 在随后的26日和27日两天内 飞入华盛顿领空的国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和空乘人员观察到 飞机上面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光线 数分钟内 华盛顿机场和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雷达上 再次显现更多的不明物体 报道称为了安全起舰 又有两架F94战机紧急起飞 追逐出现在华盛顿国家机场和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雷达屏幕上的不明目标 随后发生了一场类似于打地鼠的高速追逐 盘骑士飞机振奋夺秒地飞向雷达瞄准的地点 等待他们的却是光点的消失 最后一名飞行员看到远方有亮光于是展开了追逐 这名飞行员后来对妹妹说 我尝试在1000英尺以下与那些可怕的物体取得联系 我看到几道亮光 当时我把飞机开到了最高速度 但即便如此也赶不上 我停止追逐是因为我看不到追上他们的希望 报道称第二天全美国的报纸同条都在报道 飞碟在首都集中爆发 和喷气式飞机追逐华盛顿特区上空的鬼魂 1952年EUFO调查部门被称为蓝皮书计划 其负责人是位于俄亥俄州带顿的 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爱德华鲁佩尔特上位 据华盛顿优报报道 1952年以后 汇报给空军的EUFO目击事件数量增加了6倍以上 从1952年3月的23起增加到6月的148起 到7月份的时候 兴起UFO热潮的那些条件已经准备就绪 等这时期民众普遍存在的焦虑 主流媒体对原因不明的UFO事件的报道 再加上一点仲夏疯狂 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火花 据当时安德鲁斯一名警长的形容 这些光线没有轨迹 不像是流星 而且他们变化的速度非常快 是之前没有见过的 华盛顿接连出现UFO不明物体 令全美担忧 为了平复当时国内的紧张情绪 杜鲁门亲自给美国空军上位 时任空军蓝皮书计划的监督人 鲁佩尔特打电话 询问事件响起 鲁佩尔特称 雷达显示的不明物体 可能是由于大气温度的变化 导致雷达信号扭曲 发送了错误回收信息 1952年7月29日 多名美国空军专家 在五角大楼召开媒体发布会 这是二战以来 五角大会召开的最大会议 当时被认为是美国空军UFO 两大权威专家之一的 山姆·布特表示 雷达显示的不明物体 可能是一些被误认的空中现象 也有可能是由于温度的变化造成的 不过对于军方的解释 美国气象局却并不认同 一名官员当时表示 温度的反转变化 在雷达上显示的 应该是稳定的线路 而不是像机场中显示的那样 是单个的物体 美国是发生UFO事件最多的国家 默堵UFO的消息频频传出 2017年 一位美国退役的空军少校表示 曾经亲自遇到不明飞行物 并且他说 这个不明飞行物不是来自这个世界 这些消息披露出来后 立即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兴趣 当年12月 美国多家媒体披露 美国国防部多年以前 启动了一项秘密计划 秘密调查不明飞行物 试图解释数以千计的未知数捷 纽约时报称 五角大楼从2007年开始研究不明飞行物 并将这个项目命名为 先进航空威胁识别计划 研究对象包括美军飞行员目击的不明物体 近距离接触UFO事件等 不过 这并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调查UFO 早在1947年 美国空军启动了信号项目 收集UFO和外星人的相关情报 评估是否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一直以来都有消息称 美国和外星人以及UFO 有着不为人知的密切联系 在美国神秘的五十一区 有放置外星人冰冻尸体的地方 这个秘密地区只有美国总统才能进入 五十一区位于美国内华达山漠地带 距离拉斯维加斯约83亿米 轰动全球的罗斯维尔世界 是五十一区成为美国隐藏外星人秘密的区域 1947年7月4日夜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维尔空军基地附近 发生了一起不明飞行物坠火事件 在距罗斯维尔西北方120公里的一个农场及附近 人们发现一架金属叠形物的残骸和一些奇怪的尸体 这些尸体体型非常瘦小 身长仅100至130厘米 体重只有18公斤 五毛发 大头 大眼 小嘴巴 穿整件的紧身灰色制服 随后 美国军队进驻发现残骸的地区封锁现场 1947年7月9日 罗斯维尔每日记事报以头条新闻刊载这则消息 自此 五十一区成为世界关注的神秘禁区 2014年8月7日过世的美国航太科学家布希曼 是一名长期驻守在神秘五十一区的高级工程师 他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 在神秘五十一区内有18个已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外星人 在帮政府工作 布希曼称这些外星人的身高约4.5至5英尺 有着细长的手指 脚上掌扑 他还展示了一些外星人的照片 布希曼说他在五十一区的工作是参与一项 由外星人提供技术给美国军方使用的极机密反向工程 而神秘的五十一区已被改名为国家机密检测所 据信 美国历任总统任职期间 都能收到有关UFO及外星人的相关报告 曾有多位总统在就任前宣称他们将公开这些报告 不过 当他们担任总统以后就没有下文了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卸任之前 说要选定一个合适的时候 公开有关外星人不明飞行物的调查情况 因为一些文件到一定时期就要公开解密 但奥巴马最后没有公开 取消了他的计划 不过同样关注UFO及外星人的俄国领导人 曾经证实外星人的确存在 2012年12月俄国总理梅德韦杰夫在受TV采访时透露 他的核武皮包内还有两份外星人的档案 一份是外星人在地球上的讯息分布的状况 另一份是俄罗斯境内监控外星人演习的一个状况 他们住在那里 有什么活动 但我不能告诉你我们身边到底有多少外星人 这样会引来恐慌的 我们身边是有外星人的 而且蛮多的 梅德韦杰夫的谈话流出后 他的新闻秘书立刻出来说 那个是非公开谈话 但没有说这是假话 这位领导人后来也没有否认他说过的这些话 对此 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呢 欢迎在本视频下方留言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